大家好 今天来到咱们牛油皇室去法兰设 缅阶的新世界三层的二楼去吃火锅 来了无数次的香天下火锅 他们这里面的装修是典型的 我们四川的川西民居的风格 这里面的灯光有点幽暗 所以今天就少拍点自己 多拍美食 这是我点的牛油锅底 点的微辣 因为不够辣的话还可以加 加骨头汤了 高汤一下去 一会儿牛油就融化了 然后就是越煮越香越熬越浓 上面的蘸辣椒 小熊也是一坨牛油 上面写着香清香 这里的小料都有二十四五种 上面还有一些小菜 都是免费的 他们家这个香油是灌装的 好了 然后把香油倒进去 一会儿火开了就可以开始烫了 四川正中麻辣牛油全红锅 这个锅底价格是二十三块九毛九 这是我点的和牛牛舌片 一份是十五块九毛九 这是鲜切雪花和牛肉 这一盘是二十八块九毛九 火锅必点 美临午餐肉 这一盘八块九毛九 这一盘是千层毛肚 是九块九毛九 这个是虾滑上面一层红红的是鱼籽 十二块九毛九 这个是冻豆腐 这个是香天下毛肚 这个毛肚也可以点鸳鸯 鸳鸯就是有白色和黑色的毛肚的拼盘 这个绿油油的是铜蒿 在我们四川吃火锅大部分的人都喜欢烫铜蒿 这也是我每次来的弊点 香天下笋片王九块九毛九 然后笋片下锅 好薄啊 香天下的专用筷子 是一般普通筷子的1.5倍二 第一个就烫香天下的黑毛肚 烫个七秒钟即可 七上八下 一会儿就是脆脆的 烫久了就老了 看这个和牛牛鱼 非常的新鲜啊 上面的纹理是清晰可见啊 好 这个也是烫个几秒即可 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 变色就可以了 好 加一片这个雪花和牛 这个也是烫个几秒钟 变色就可以了 久了就老了 哎呦 掉下去了 完了完了 哇 好了你看 马上就变色了 这是方竹笋 大家看 薄乳酯啊 吃起来是脆波脆波的 就是新鲜的竹笋啊 这也是烫火锅的最佳材料 哇 午餐肉好了 午餐肉里面裹着浓浓的这个 油油火锅的汁哈 嚼一口是满口飘香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雪花和牛多么的新鲜 上面的纹理像那个大理石一样啊 鲜红鲜红的 冷红冷红的 可见这个新鲜程度啊 肉新不新鲜一口就可以吃出来 刚才服务员跟我们加了汤哈 大家看上面一层牛油哈 是清化亮水的 在我们四川呢 这个锅底的油 新不新鲜 你就看他这个汤哈 如果不新鲜 那个汤底是发黑的 然后很浑浊 你看他这个就是清化亮水啊 里面翻腾的就是一些花椒啊 辣椒干辣椒 等等等等的这个红薄的食材 加了一个可乐 另外一个朋友呢 他就来了一瓶啤酒 可乐的灵魂呢 就是一定要加冰 看师傅的刀工多好 切的这么长 还这么薄 大家看这个毛主师呢 天成煮他就不怕煮啊 越煮越脆啊 但是那个 这种 片的毛主呢 就不能煮太久了 越煮就倒了 这个可以 服务员在帮我们分这个虾滑 最后下素菜啊 这个呢 就不是很辣了 要是你最先下的话 素菜全是包裹的油 还就很辣 大家看这个虾滑啊 非常的Q弹Q弹的 咬一口 这是铜蒿 哎呀 这个素菜就是别有一番风味了啊 现在关火了吧 上面一层厚厚的牛油啊 现在准备买单了 大家看 一共是 多少钱 207 那我呢 又打包了一份牛舌 然后还打包了一份那个黑毛肚啊 非常好吃 买回家下次自己烫 这还有一个顾客意见卡 你是如何知道我们餐厅的 你希望我们添加什么菜品 你觉得我们哪些地方还要改进 你希望我们增加哪些服务 这是我的两份外卖 里面太黑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充了300块钱的会员卡啊 今天的火锅呢 享受一些小小的折扣 还是非常不错的 吃完饭已经快7点钟了哈 今天这个还是味道非常好的哈 因为我还充了一个会员卡嘛 当天充300块钱 你就可以享受一些菜品的优惠 好了 下次再来了 先回家了 肚子吃得太胀了